这部由《普罗米修斯》里的伊丽莎白霄 和《绝命读诗》里的老麦克联媚主演的 2024年最新科幻《惊悚》美剧群星 一开场就表现出堪比地心引力般的电影质感 太空灾难、平行世界、量子幽灵、心理恐怖 诸多元素被层层展开的巨大谜团融合在一起 形成了诡秘压抑、令人窒息的科幻鬼片基调 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今天云书就带大家走进群星世界 故事从一场毁灭了国际空间站的事故展开 老米拉佩斯饰演的宇航员乔 在抢修空间站时看到了难以置信的东西 准确来说是一具穿着苏联宇航服的女士 乔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可是21世纪啊 报纸头条写出苏联宇航员尸体撞毁国际空间站这种新闻 正常人都只会当成笑话听 由于当时情况紧急 乔没功夫多想 后来发生的事 让他很后悔没对女士拍照取证 乔和同事们尽最大努力补救 最后换来了三个坏消息 一是国际空间站遭到严重损坏 生命维持系统只能在支撑19个小时 并且只能供一个人使用 二是撞击发生时 指挥官保罗被紧急关闭的舱门加断左臂 最终失血过多 抢救无效 无幸牺牲了 地面控制中心命令三名宇航员 乘联盟2号返回地面 留下一名宇航员维修供电系统损坏的联盟1号 再乘坐联盟1号回地球 指挥官保罗临死前将指挥权转交给了乔 于是冷静能力出众的他 选择留下来独挑大梁 后面的剧情便有点类似地心引力了 乔必须合时间赛跑 19个小时后 如果他不能及时修好联盟1号 就会因缺氧窒息而死 在这个争分夺秒的紧要关头 地面控制中心再三提醒乔 务必要将冷原子实验室带回来 这条命令的下达 和一位荣获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 亨利卡德拉脱不了干系 在这部剧里 老麦克正式改名老亨利 撞击事故发生的前一刻 指挥官保罗正在替老亨利搞太空实验 冷原子实验室启动的瞬间 苏联女士就撞毁了太空站 这一重要细节 被惊慌失措的宇航员们忽略了 实验执行人保罗也很快遇害 所以在地面控制中心急得团团转 打算撤回所有宇航员时 直到其中厉害关键的老亨利 再三强调要不惜一切代价 把冷原子实验室带回地面 按他的意思 无非是拿四名宇航员的命来捕 美国宇航局的相关负责人费雷德 断然拒绝了 地面控制中心也没人支持他 这时一个叫艾琳娜的俄罗斯宇航局官员 站出来力挺老亨利 下令留下一名宇航员去挽救实验项目 作为堵住的桥并不清楚内幕 他已经有了当劣势的觉悟 唯一割守不下的只有女儿爱丽丝 因此不惜浪费20秒宝贵时间 去拿女儿送给他的项链 由于空间站90分钟绕地球一圈 所以宇航员每隔45分钟 就会迎来一次日照或黑夜 45分钟的黑夜里 乔失去了和地面控制中心的通讯 也无法维修设备 只能蜷缩在黑暗里 和保罗的尸体一起静静等待 这时他的心弦并没有松弛 反而因为有时间思考之前看到的诡异事件 在死亡的阴影里增添了不可名状的恐惧 乔越是害怕就越是思念女儿 所谓维母则刚 为了给爱丽丝一个完整的童年 她发誓一定要活着回地球 但乐观精神改变不了客观事实 很快乔遇到了更大的麻烦 继苏联女士之后更离谱的现象 狠狠冲击着乔的科学为物观 走廊的尽头传来敲门声 借着微弱的光束 乔看到了爱丽丝送给她的那串项链 黑夜忽然退去 太空站恢复了照明 鬼祟的幻象也藏匿了踪迹 忽然间 乔听见了女儿的呼唤 在一条错乱迷失的时间线里 不知何时返回地球的乔 带着女儿上演风雪版寂静岭 朝着能把人活活冻死的雪夜深处飞驰 最终抵达了瑞典北部的温德尔河 这里有一栋小屋 乔一家每年夏天都会前来度假 爱丽丝不明白 妈妈为何非要在这种鬼天气里 甩下爸爸跑来这里 乔避开女儿 将冷原子实验室藏在了杂物室里 就在这时 风雪深处突然传来了熟悉的呼唤 女儿什么时候跑到外面去了 乔忐忑不安地追了出去 身后的小屋越来越远 前方女儿的呼唤像催命符一样不停传来 最后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一直向前追赶 没有回头 也没有绕路的乔 面前居然出现了一模一样的小屋 这栋屋子的内部更加老就破败 墙上那幅宗教画里的白衣天使 竟然变成了丑陋的魔鬼 现实挣脱了缰绳开始疯狂 二楼爱丽丝的卧室里 传来了乔在太空站里听到过的敲门声 在那挂着熟悉项链的木制衣柜里 竟然躲着快要冻死的女儿 不对劲的地方太多了 以至于乔来不及思考 作为母亲 她的第一反应就是救女儿 然而 爱丽丝却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乔忙着给女儿泡热水早挡过身子 一转身却发现 爱丽丝穿着睡衣 在床上睡得可香了 望着镜子里正在洗澡的女儿 乔几乎吓傻了 到底谁是人 谁是鬼 伴随着一阵剧烈的头痛 乔听见了两个女儿的呼唤 浴缸里的爱丽丝不见了 穿着睡衣的女儿身上 却没有她熟悉的气味 既然视觉出了差错 乔决定相信嗅觉的判断 可是难道气味就不会有假吗 乔猛然惊醒 他还在太空站里 发现自己的处境变得更糟了 因为看见走廊幻象 他摘下了氧气口罩 结果因为缺氧昏倒了 等他好不容易苏醒 已经浪费了好几个小时 生命维持系统 只剩下6小时45分钟 乔只能加倍努力工作 即使修好了宫电系统 也必须腾出90分钟 来让联盟一号 有足够的时间返回地球 身处黑暗狭窄的空间站里 乔只能靠自言自语 缓解紧张情绪 陪伴他的唯一一件 和人类接近的东西 就是保罗的尸体 身为宇航员的乔 竟然多次怀疑保罗诈尸 或者闹鬼了 由于S频段出现故障 地面控制中心 无法和乔通讯 只能在全区 所有通讯频段里 发送录音 提醒他 接收返回轨道参数 他们不知道 乔是否还活着 只能在生死19小时内 不断尝试呼叫 就在乔忙着 和死神赛跑时 老亨利因为他的一意孤行 遭受了媒体的质疑 作为一名 曾经成功登月的老牌宇航员 他在公众面前拍着胸口保证 咱们宇航局有各种专业预案 绝不会让天上 那位年轻宇航员牺牲 媒体不爱听这些话 他们更想炒作 亨利当年在 阿波罗18号行动中 遭遇的太空事故 打听他从太空 带回同事遗体的心路历程 老亨利对这些往事 讳莫如深 不管谁问 他都毫不客气地直接翻脸 这也被他之后 惹上的大麻烦 埋下伏笔 太空站里 满头大汗的乔 终于搞定了电池 但此刻生命维持系统 只剩98分钟 联盟一号安全返回地球 需要90分钟 也就是说 它的实际生存时间 只剩下8分钟 现在读取返回轨道数据 肯定来不及了 乔只能使用 昨天用过的参数 加上自己手动计算修正 强行启动了使力系统 乔知道 这是他最后放手一搏 所以提前用平板 给女儿录制好遗言 地面控制中心理 久久等不到乔回复的人们 眼看最后90分钟的 生死实现已过 认定乔再也回不来了 已经开始为他祈祷 亨利也和他的老情人 艾琳娜举杯莫爱 但就在所有人绝望时 乔靠着自己的不懈努力 成功回到了地球 收到喜讯的欧洲宇航局 赶紧派人赶往降落地点接人 艾丽丝和马格努斯 作为乔的女儿和丈夫 也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若不是欧洲宇航局 这回行动迅速 乔就要变成第一位 成功降落后 被野狼吃掉的悲剧宇航员了 乔一家三口幸福团聚 老亨利却没功夫旁观 这温情一幕 他的全部心神 都在冷原子实验室上 看到收集回来的实验数据 他露出了灰心一笑 以上就是群星第一季 前两集的内容 我是云书 专注金奖美剧 和解读电影的小摩羯 更多精彩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了